今天大台北地区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 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 各地传出了积水的灾情 尤其是台北市信义区的日累积雨量 超过了120毫米 台北市政府紧急启动灾害疫变中心 但是这个雨势实在是来得又急又快 台北市公馆有一楼的店家淹水 由小鱼游进去 而新北市的新店甚至有轿车开进了寒洞 结果水淹超过车头 轿车当场抛锚 而在这场暴雨当中还夹杂着散电 气象专家彭启明就观测到了 一分钟出现了800多次的闪电 相当惊人 一阵暴雨来袭 夹杂闪电原本明亮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还有民众拍到超粗的紫红色闪电 从乌云中落下 巨大雷柱划过天空 25号下午3点多 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 大台北地区陆续下起大雷雨 气象专家彭启明更观测到 每一分钟出现800多笔的闪电相当惊人 而且瞬间降下的大雨也灌入一楼店面 台北市公馆有店家烟水 还有小鱼在脚边游啊游 就连百货公司也挡不住积水 其中台北市信义区最夸张日累积雨量超过120毫米 再看看新北市这头新店安平路寒冻淹水 黑色轿车直直开下去 结果半路抛锚 驾驶爬到车顶上求救 最后找来另一台车帮忙协助脱困 中和南市角一带 雨室同样来得又急又快 超伤地面积水 广告立柱飘在水上 但座位区的民政很淡定 商货车经过激起大片水花中和智光商指一带 还有永和国光路一带 同样也有积淹水 不过半小时内就退去 虽然马鞍台风外围环流远离 但后续带来的偏南风到西南风 还是有较多水气 加剧午后对流发展 雨淡袭击民众得随时做好准备 记者创报道